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勾下这款墨鱼仔 首先呢我们来勾一下身体的部分 我们来起针 把线绕手指一圈 拿下来 左手呢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入这个地方 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呢再用勾针把线绕住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辨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勾短针 穿针进去 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勾住线 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针眼呢是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大家看一下 两根线 接下来继续勾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个是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第一圈我们总共是勾出六个短针 短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4x来表示的 第一圈就是6x 大家看一下 勾好六个短针了 对应有六个针眼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小线位用力拉紧 这样呢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 我们用的是螺旋钩的一个针法 所以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进行这个引拔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新的一圈就可以了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需要勾六个夹针 首先呢我们在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这个是针眼的部分 然后呢我们勾出第一个夹针 把线位呢横在一侧 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还从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夹针 一个夹针等于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等于是加了一针 对吧 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夹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先勾好一针 再勾好一针 第二个夹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剩下的四个夹针全部勾好 第二圈就是勾六个夹针 六V 短针夹针呢我们是用字母范V来表示的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一圈的六个短针 变为十二个短针 对应十二个针眼 每一圈都会加六针 好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我们在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同时做好标记 螺旋勾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标记 然后呢我们在第二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对应勾上一个夹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一针 然后呢再勾上一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一个夹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总共是勾六次的 我们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一个夹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呢把后面的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如果你勾得对的话 我们这个针眼个数是一针不多一针不少的 那么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二圈的12个短针 变为18个短针 对应18个针眼 好大家看一下 第三圈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第四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18个短针就可以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对应勾上一针就可以了 第一个短针一定要做好标记 不然我们分不清哪里是新的开始的地方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第四圈勾好 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18个短针 好大家看一下 第四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是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法 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这两个短针呢 占据两个针眼的 第二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这是两个短针 第三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大家看一下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的 第二次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好接下来呢 我们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的四次 全部勾好 我们把这个第五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 姐妹们就看 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六圈 到底二十二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把图解答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 来勾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二十二圈 勾好了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拉长 把这个线尾留长一点 后期呢 需要用于缝合 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 最后一圈的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下连接 大家看一下 跳过我们刚才 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 我们从第二个 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找到最后的 一个短针针眼 挑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这样一捅穿过去 这样就连接好了 一整圈都是小辫子针的 一个花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身体部分 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着图解部分 把这个 墨鱼仔的这个底部 这个底片呢 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提前勾好了 它也是环形起着 那个方法 起六个短针 然后螺旋勾 一直勾到第六圈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先把这个底部的 这个图解呢 它在屏幕上面 大家看着图解呢 先把这个底部给它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底部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 放入皮皮棉填充一下 填充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底部 和身体呢 缝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底部 最终的帧数 和这个身体部分的帧数 是一样的 都是36帧 所以呢 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就完全按照 一帧 对应一帧的方法去缝 就这样对应好 没有什么难度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底部 和身体部分呢 给它缝合在一起 好 大家看一下 缝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尾呢 从其他部分穿出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主体部分 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勾一下 这个墨鱼仔的腿 我们这个腿呢 需要勾八个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提前勾好了 也是缝用起的 一个方法 起四个短针 一会呢 会把图解给大家 按这个图解呢 我们需要勾好八个 前七个呢 直接断线 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里面放皮皮棉 填充一下 第八个呢 我们不需要断线 留一个长线尾呢 直接用于缝合 接下来呢 我先把这个图解 搭在屏幕上面 大家看一下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合一下 把这八条腿呢 全部缝在这个 身体底部的下面 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缝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缝合过程 我们来讲一下 能不能让他 就缝一顿 我们来讲一下 然后这个图解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缝第二个腿 就这样均匀的 把这八个腿呢 全部缝在这个底部下面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缝好这八条腿